大海中無奇不有,可能還存在著許多人類不知道的生物 人魚就是一種流傳很久的海底生物 但大多都是在神話傳說等文藝作品中看到 那麼人魚的故事只是傳說嗎?還是真實存在海洋的一種生物呢? 大家好,我是原來如此主持人李源,歡迎收看本期視頻 在很多中國古典文獻和西方文獻中均有對這種海底生物的記載 而近年來隨著攝像技術的發展 人們在世界各地無意間拍攝到的美人魚出沒的影像資料都越來越多 2011年9月,澳洲一名男子在大寶礁潛水的時候 發現了一隻好似美人魚的生物,不斷地在它附近游動 男子立刻用攝影機拍下這段影片 畫面中這隻在海底快速游泳而過的物種 有著兩條長長的手臂和龐大的尾棋 看起來確實好似人魚 在中國古代博物志,山海經,海內南經的記載中 美人魚被稱為膠人 而在太平港記中則被稱為海人魚 並提到他們的外形和人幾乎一樣 只是沒有了雙腳,而且個性都溫和,不傷人 考古學的發現 1990年4月時,《文匯報》就報導了這樣一宗考古界的大事 一隊建築工人在索契城外的黑海岸邊附近的一個放置保密的墳墓裡 發現了一個三千年前美人魚木乃伊為體 他看起來身似一個美麗的黑皮膚公主 下面還有一條魚尾巴 這個驚人的生物從頭頂到帶輪的尾巴 計長有173厘米 根據科學家的研究,這個美人魚死的時候 年齡大約有100多歲 1991年7月2日,新加坡媒體也發表一篇標題為 南斯拉夫海岸發現1.2萬年前美人魚化石的報導 內容提到科學家們發掘到世界首具完整的美人魚化石 證實了這種以往只是童話中出現的物種 的確曾在真實世界裡存在過 來自美國加州的考古學家 伯利·奧干尼博士說 這具化石是在南斯拉夫海岸被發現的 調查後發現這具美人魚化石是癡性的 大約是在1.2萬年前出現在附近的海岸 奧干尼博士認為 這個美人魚可能是在一次水底山泥傾瀉時遭到活埋 然後被周圍的石灰石所保護 因此圍體慢慢轉變為化石 從化石推估 這個美人魚身長約1米6 腰部以上像人類 頭部發達,腦體積相當大 雙手有尼爪,眼睛則和其他魚類一樣 沒有眼簾 小孩撿到的神秘骨鞋 前一陣子在網上流傳著一段視頻 有個小男孩在海邊撿到疑似小美人魚的骨鞋 直問媽媽這是什麼東西 從這段視頻中可以看到 這名男孩從水池中的一團水草到 帶出一句看起來好像小美人魚骨鞋的東西 不單有頭骨,還連著一條很長的尾骨 這名男孩很明顯不知道那是什麼 於是就問身旁的女子 媽媽,你有沒有見過這個? 而她媽媽都似乎被驚嚇到 或者是認為她不應該亂拿東西 所以叫她快點扔掉它 另外一名任職於英國國防部的男子 難得李科姆 她在2020年11月27日 在德盟棍的一個海灘放狗時 都在退潮時 一個小海灣發現了疑似人魚骨鞋 這些事件都被《太陽報》報道出來 從照片中可以發現 這個骨鞋像是帶有美旗的人類隻骨 看起來就像美人魚的遺骸 雖然難得李科姆和附近的鄰居、朋友都不知道是什麼 但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樣的 認為可能就是美人魚 美人魚的前世今生 曾經有一位修行人 就分享了在她陳志忠所知的美人魚的前世今生 李源都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大約在兩萬三千年前 在大西洋海洋裡生存著一種特殊的生物 他們是海洋的王者 美人魚 那時的地球處於文明興盛的時代 同時生存著巨人、中人 類似我們現在的人和小人 主要的大陸是由中人在統治 當時的大陸板塊和今天差不多 位於歐洲板塊上的國家科技非常發達 而在北美洲大陸 統治者正是人們所屬之的馬雅文明 而且那時正是馬雅文明的全聖旗 在主要由白色人種聚居的大陸周圍的海洋裡 則生存著許多美人魚種族 美人魚種族是一個特殊的生命群體 有一種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魚的身體 另一種則是上半身是魚、下半身是人的雙腿 當時的美人魚身高約在兩米五左右 擁有淺中式的頭髮 膚色是類似月光的冰冷灰白色 眼睛是深藍色的 他們的雙耳緊貼身體 耳朵很細 耳朵中有防水的膜 全身還覆蓋著輪片 側面的腮部有細輪 其中有一種能夠水綠兩棲的美人魚 因為有腮和肺 可以在離開水面的情況下 在陸地上生存兩到三個小時 還有一類只有腮的 這個種族無法上岸 美人魚和人一樣是胎生 而且一個女性美人魚 一生只能懷一胎 男性美人魚偏重於力量 力量可達千斤 女性美人魚則偏重於功能法術 有超自然的能力 他們壽命交長 一般可以活到兩百多歲 修煉的美人魚則可以活到超過三百歲以上 這些美人魚主要依靠採摘海中的海藻 海帶等植物為食 有時他們還會合作維保大型魚群 像是小型的瓊類和鯊魚 美人魚王則會根據潮池的變化 定期地召開美人魚王族會議 交流各大洋的海放 探討維護海洋的生態平衡 以及各種族未來的發展方向 每個美人魚種族 供奉的神都是海神 他們將史前文明沉入海底的宮殿 用來供奉海神 歷代修煉得道的美人魚 還會在神殿樓下刻有象形文字的咒語 和修行秘法的石碑 這些神殿都屬於美人魚部落的禁地 只有美人魚王和王后 及修煉境界高深的美人魚才可以出入 神殿對外開放的時期 只有每年的大型宗教制製活動時 而神殿內用來照明的物質非常特殊 是用法術點鹽的含有煤的玄礦石 這些玄礦石在水中會鹽起藍白色的火焰 使得宮殿內燈火通明 歷經歲月從未熄滅 美人魚修煉的方式是每日向海神祈禱 他們跟人好似 講究天海人合一 隨著深性的提高 美人魚的修煉境界都會不斷提升 美人魚的王還有王后的法力神通 都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他們在一定範圍的海域中 甚至可以運用超自然能力造成巨大海嘯 這個由美人魚王統治的時代 海洋世界很少出現戰爭 所管轄的各個部落 都對各個海域至利有方 並得到神的認可 到了美人魚王統治這個海洋世界的第一百八十年時 這一日 人魚王接到各部落傳來的消息 原來在這一段時間 海洋世界的很多生物被不明海妖吞食 美人魚都不能幸免 這件事在美人魚部落裡都引起了強烈的騷動 意識到事態嚴重的美人魚王 在入定後 啟倒了海妖的真面目 原來是一條盤具在北冰洋海底的海蛇精輕風作浪 這條海蛇精已經修行了七八八十八年 體長約十八米 軟柱形的身體直徑達兩米 通體烏黑 紅色眼睛裡的金黃色瞳孔 會射出兩道邪惡空殘的光束 這條海蛇精身體會釋放出劇毒 導致遭周周幾公里海域內的生物都無法存活 美人魚王和皇后經過商議後 就制定了一套嚴密的除妖計劃 美人魚王後手持銀白色水晶製成的小法匠 帶領180名美人魚勇士 每個勇士都帶著很多斤浸染劇毒的骨毛 埋伏在海蛇精淒居的海底洞穴周圍海域 王後更親自從海洋毒物中提煉出劇毒 混合到食物裡 再灑到洞穴附近 並派一個小美人魚做油膩引海蛇精出動 這條海蛇精果然中計 調入包圍圈 而且因為吃了含有劇毒的食物 出現了精神麻痺狀態 這次人魚王手持雙有藍寶石的法杖 打出一束能量罩著海蛇精的頭部 無法施展法術的海蛇精只能拼命掙扎 接著180名美人魚勇士都跟著拋出 數百斤含有劇毒的骨毛射向海蛇精 終於擊斃了海蛇精 最後美人魚王還把海蛇精的魂拍 用咒語永久封印在他的骨鞋裡 隨著海蛇精的屍骨沉入北冰洋深邃的海溝 這副骨鞋至今仍然存在北冰洋的海溝裡 今天在全世界海底還有八千多個美人魚生存著 他們主要分佈在大西洋海底和澳洲海域 身為海洋世界特殊的生命族群 美人魚走過了萬萬億萬年 他們在神的指引下都繼續掌管西方海洋世界的浮沉 在未來的世界裡 美人魚族群都仍然會品持自己的信念 繼續生存下去 不知道聽完今天的介紹 大家對於美人魚這種神秘的生物 還有這位修行人分享的美人魚歷史 又有怎樣的理解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和大家分享 我們下期再見